真的有人扔低了 就特意扔在後門 而是後門是他們經常會走的地方 來到深水埗區 這裡周圍都是黃店 很多都貼了文宣出來 港版國安法殺到埋身 這麼多位黃店店主又怕不怕呢 很前線就做不到 不可以少少都不做 不可以太直接 無論如何都會有少少罩忌的事 有件事要害怕 但有件事要害怕就去做 害怕呢 我想都沒有去做 我自己沒有 可能有些原則是要遵守就要遵守 我們來到玩具街的甲蟲布屋 他們專門幫客人 量身訂做畢業公仔 因為畢業是取消了 沒有人去買畢業公仔 由疫症開始就一定是差 我想都有跌了七成八成左右 阿強和太太一起經營這間店鋪 差不多三年 走進店鋪 最引人注目的 就一定是這一棟連儂牆 為何有連儂牆出現呢 其實是因為七二一的關係 我們晚上看完直播 覺得自己的無力感很大 離我們很近 第二天回來 究竟可以做些甚麼 可能讓自己釋放一點 設立這幅連儂牆 就相等於公開自己是一間黃店 一張印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收據 被人拍照放上網 引來網民惡意攻擊 最好笑的是 有人以為是賣食店鋪 看到那張單 賣貨品的名字叫魔雪奇緣 以為是甜品的名字 所以叫人不要來吃東西會肚痛 不過這段插曲 竟然令他們有意外收穫 多了同路人過來餐場 有些人是更遠道而來 甚至在美國和澳門 都有人特意 訊息我們買東西 但運費比那件東西還貴 其實這件事挺感動 寄賣、助養、請手足 他們倆都只不過想幫到就幫 有些手足 即使連自己最親家人 都不支持他 要趕他出去住 起碼讓他們知道 其實還有很多人支持他們 希望大家不要放棄 繼續去做覺得對的事 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香港人加油 走到長沙環 要找黃色餐廳都有很多選擇 Fast Taste 4年前開業 主打漢堡包 我經常鼓勵他們 有需要的話 不如來店頭吃東西吧 招牌菜公司漢堡 雙層牛肉分別用了澳洲和牛 口感比較滑 另一層是紐西蘭免治手打牛 比較有咬口 另外還有素漢堡 和其他素食西餐 還有到會服務 自從Fast Taste 表了泰系黃店之後 一樣受到其他人針對 他冤枉你有一個伴侶 他冤枉我有伴侶 不知怎麽樣 玩不到廁所 不就在你後面解決 CCTV就見不到有人在那個位置坐下來 是惡作劇 真的有人扔下了 訪問的這一天 阿新就剛好在九龍城法院回來 因為早前吃環就去了他們餐廳 突擊檢查了幾次 把我炸爐特別骯髒 正常都會警告你 多少次不改善才會扣分 直接扣分 出告票 上庭認罪 罰了1500元 求證、求判 全部都是他那些人 你只可以做好一點 不要給他位置進去 後悔 沒有的 沒有後悔的 錢是重要的 梁三、黑白、是非 這些更加重要 這一年來 Wendy和阿新兩夫妻 都會特意帶上 讀幼稚園的兩個兒子 一起去遊行 Hi,Dee Ma 好 其實這個叫做自威 這個叫遊行 讓他們感受一下 原來我們對一件事不滿 不是壞的 就要默默地承受 一年後、兩年後 我不知道大家還是 我們現在奮戰的年輕人 會變成怎樣 最近大家很熱烈討論的BNO 這些年輕人又不會有 那怎麼辦 我也擔心我兩個兒子 你剛才問到他有沒有移民的打算 我們之前兩夫妻有困難過 我自己當然是趕快送他走 但我先生很愛香港 Sandy 沒力氣沒力氣 你希望 不是你看到才可以做的 你堅持下去才有希望的 希望我的同路人都是這樣想 為我們的下一代 多謝現在的這班哥哥姐姐 香港不會有事的 誰都會有希望的 那見步行步 特別跟手足說就是布弟健 有事請你們幫我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我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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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